前龙五位皇贵妃 于是人们便纷纷将视线聚焦到了乾隆后宫 话说这清朝后妃有八大等级 分别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品、贵人 常在何答应 在这后妃等级中 皇贵妃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一般情况下 如果皇后在世 便不是皇贵妃 因为皇贵妃形同附后 对皇后来说是重大威胁 所以清朝后宫一般 都会出现皇后与皇贵妃并存的局面 清朝第一位皇贵妃 是顺着后宫的董岳妃 死后各朝的皇贵妃逐渐增多 而乾隆则是拥有皇贵妃人数最多的一位皇帝 乾隆有五位皇贵妃 分别是惠仙皇贵妃 纯会皇贵妃 哲敏皇贵妃 苏家皇贵妃和庆功皇贵妃 而且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慧贤皇贵妃 乾隆第一妃 慧贤皇贵妃高氏 是来自于内务府的包裔奴才 雍正年间便入使乾隆前帝 并抄把尾侧附近 乾隆继位后变封贵妃 仅次于孝贤皇后 位列第二主位 是名副其实的乾隆第一妃 唯一的遗憾是高氏体弱 身体一直不好 始终未能待遇皇寺 不过她仍然是乾隆亲封的第一位皇贵妃 得以入葬帝领 纯会皇贵妃 唯一名副其实的皇贵妃 纯会皇贵妃苏氏 是一位来自江南地区的民间汉女 和永正赐予乾隆卫士气 乾隆继位后 不仅给苏氏一家抬了旗 还将其封位纯品 纯妃和纯会妃 而且苏氏是乾隆唯一一位生前接受过册封里的皇贵妃 时乃唯一名副其实的皇贵妃了 哲敏皇贵妃 乾隆最早的女人哲敏皇贵妃复查 知识出身于内务府的包衣奴才 她给乾隆生下的皇长子永皇 可惜红颜薄密 在乾隆登基前就病逝了 然而毕竟复查是是乾隆第一个女人 乾隆继位后追封为哲妃 名本在乾隆初年后宫中仅次于复查皇后 高贵妃和贤妃 可见她是乾隆地位最高的妾妒 后来乾隆追封她为哲敏皇贵妃 并入藏地岭 书家皇贵妃 乾隆一语宠妃书家皇贵妃 金氏虽然是一名朝鲜女子 但她却是内务府包衣奴才出身 雍正年间便成为弘历侍妾 乾隆继位后 金氏成为除了令妃外最得宠的妃子 连续生下了四个皇子 死后追封皇贵妃 并入藏地岭 庆功皇贵妃 抚养天子的皇贵妃 庆功皇贵妃 陆氏与淳慧皇贵妃的出身是一样的 她也是一名来自江南地区的民间女子 被当地官员尽献给乾隆成为皇帝的女人 陆氏一生未能生育 却在乾隆后宫平不清云 并且还抚养了令妃的儿子十五阿哥永远嘉庆 嘉庆继位后 给了养母陆氏皇贵妃的名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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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